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講別人的樣子,真是壞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人的色相 之前講佛計跟大家講過 都是由心做的 陳健鋒曾經英俊到不知得了 我跟他做過事 感受過他是一個什麼人 好人來的 講話是矯情的 但也是一個好人 現在變成一個肥佬 真是可憐 難怪這麼多人傳這個新聞 游利版善立文 炮哥也保持得好過你 真是可憐,炮哥六十多 但你二十年都沒有你那麼油膩 真是可憐 潛水教練潛水 變成游利大叔 這次很嚴重 看到樣子也很嚴重 另外又講一下Bob 現在介紹的女兒給大家認識 筍盤 又想做雞仔媒人 但他的樣子跟蕭輝勇一模一樣 你問我這就是年輕版的花姐的樣子 這個善良的花姐的樣子 真的像蕭輝勇 說實在像明星 嘩 很有錢 一百間房子正在收租 有些人問你能吃不吃得下 看到雜誌說我能吃得下 我不行 我講感情 不是講錢 我不是講錢 我講合眼緣 很簡單 你用錢來衡量這件事 你天天對著 你說跟他婚姻 你躲在廁所看AV就無謂 這個很無謂 雖然有個美女在你旁邊 躲在廁所看AV 不過這個真是頂不順 有個理論是 疼得下和疼不下 我們再研究一下 不要緊的 花姐也有 花姐也有老公 這個也有希望 Bob你這次應該可以 先講一下陳健鋒 為何變成這樣 跟偉紅沒有什麼分別 糟糕 以前青靚白正 無線力捧 人氣高企 近年保持低調 甚少蒲頭 早日在加拿大機場野生暴 想中可見 金毛 成個托也哥 為何陳健鋒會變成托也哥 頭頂一頭金毛 英俊小生變成肥老 一個 45歲渣 45歲不是很多渣 我也很害怕 不做運動就會變成這樣 幸好我斷食 深港體半都不止 變成好像 嗯 很瘋 很瘋 那臉的輪廓線沒有了 一個人 肯定不肯定 就看他的下巴 咬肌的位置有沒有醉肉 他一大塊 很肥很肥 很帥 以前 穿了一件黑色衣服 對了 上次不是說黑色衣服 那時候也很麻煩 黑色衣服 頭頂還有金毛 他不知以為是看牆 發福不少 以前青靚白正 現在真的有女兒走過來都不認得你 這樣搞法 網民說可惜呀 第一眼 有人認錯是善立文 還是黎耀祥 嘩 黎耀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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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英俊 但保持得挺好的 有人說像善立文 當初明明是最英俊的明星 在同期 英俊的吳祥 對呀 白白正 他真是不錯 又斯文又什麼 他算是英俊 現在搞到這樣 你認得到也算是很厲害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沒人知道 中年發福 吃得糖多 幾樣東西 糖分 肯定是 澱粉質糖分 沒有做運動 沒有的 中年 荷爾王開始下降 慢慢肥肥 他之前游泳教練 潛水教練 潛水後 連水也不潛 他是 賣了一件意外 那件事未必有關他的事 但不知為何搞成這樣 十三年前 若滿無線 北上發展 那些照片也挺有型的 在內地 別人封他做 最英俊的皇帝 哦 他有病 四年前發現 腦有血管遺傳病 身材就開始越來越脹 有病 更加要努力面對人生 是否本了 19年拍《新包青天》 導演要求他增肥二十磅 和曬黑 都沒有現在這麼嚴重 是的 但當時的網民 都嚇壞了 說他是 陳健鋒最叛包拯 登上網絡熱手 不是很肥 所謂的肥二十磅 他可能 那時候增肥二十磅 有副癮 吃甜食吃了上癮 19年 不是很肥 不過現在二三年 這四年足以令他毀容 就是這樣吃法 搞到現在這樣 真是 唉 真是心都上癮 四年前 自爆有腦血管遺傳病 被迫中斷演藝工作 他有獨木舟牌 龍人手語幼兒護理潛水牌 十幾個技能的證書 轉了做潛水教練 2021年捲入學員御匿事件 當時和男人一對一潛水 因為御匿失去意識 在碼頭附近災犯災 被女徒人發現 說學員昏迷送院死亡 網民爆料 教練是陳健鋒 之後 被指教練疏忽 封口搬屋 神隱 很久沒見 身在加拿大經理人接受訪問 只表示無可奉告 現在人潛水了 走了 離港 要不要弄到拱 嘩 他和Wyman拍照 要用手遮住臉 嘩 說到陳健鋒的腦 原來少了一條主要的血管 四年前在泰國做身體檢查發現 這個 經過香港的專科診斷 是胃傳病 對他來說很大的打擊 有個輕生的念頭 不用了 他坦然 他一天我潛水 突然萌生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想一直沉下去沉下去沉下去 可能永遠沒有人找到自己 幸好我念頭一飄就移過 想自殺 其實做什麼 你現在科技發達 令人這麼笨 你不驗身就沒有病 你驗身就有血管 那你之前做人 有什麼問題 一直做人 你不知道 真的很笨 醫生說你有多少年病 可能這樣 沒有人會 老人家 你怎麼知道 醫生不可以斷錯症 你被中醫把脈 中醫說你沒問題 喂 你以為 醫生說你身體健康 你可以活到一百歲 你真的活到一百歲 你不看車過馬路 明天都不在 是不是 為什麼這麼笨 那些人 做了身體檢查算是什麼 是嗎 要死嗎 不用嗎 身體量在警號 令他開始重新檢視人生 本身正面 誰知道知情者透露 自從 在內地一套戲 叫美人心計走紅之後 那些人心計 是不是TVB劇 我不知道 總之一套劇 紅了之後 十年來他在大陸博殺 做到沒有停手 當時始終年紀輕 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有什麼病痛 直到驗到血管遺傳病 對他打擊很大 很多憂慮 又變了想很多負面的事情 如果血管爆了 就會半身不遂 很多恐懼 你這樣想事情 你不開心 血管不爆也會被病 細胞不歡樂 不快樂就癌症 不是開玩笑的 醫生害死你 不檢查好地 又怕爆 半身不遂 你不怕 怕和不怕都影響不到 有些人說 我怕死 你怕不怕 你也要死 你也是這樣做 這些叫做什麼 遇早了去感受的痛苦 有些事情就算了 現在還沒有 你不浪費了幾年時間 你想想自己 到現在 今時今日還不是 不是浪費了時間 把未來的事情交給神 現在還想著去傳道 是 見證有傳道的心 小時候已經想著傳道 是 說他本身很好學 以前演出 專業一點 甚麼都去學 還讀神學 哦 這樣 功課很多 神學 但學習過程令到他很多啟發 決定在完成學士學位之後 就是讀碩士 他慢慢想著做神父 這樣 都是好事來的 不過自己 搞定自己才去化人 不是 搞定自己的情緒 搞定自己的情緒 才去化人 才去幫人 當然有些人說 幫人的途中可以 幫自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做法 希望他好 看到他的新聞 真的覺得很可惜 因為他人很好 對人都不錯 我跟他三不識七 那時候 在城門底曬太陽 他說 你走進來吧 曬死你 我真的想著曬太陽 神經病 戴著頭套曬太陽 曬得一塊塊 他挺好的 其實他人 是 我跟他不識的 但他挺關心人的 是 你再說一下 Bob最近介紹 女兒給別人認識 那條女兒 跟蕭輝勇的樣子一樣 是一樣的 做什麼 是的 他說這個女人 愛情和麵包 這個女人 是 她說 老友招親 他說這個女人是餵食了少少 但別人有100間房子收租 那又怎樣 你想想 很簡單 這個哲學問題 那個女人很有錢 但那個女人不靈 錢本身拿來做什麼 錢本身拿來滿足你的慾望 兩樣東西 他有錢代不代表他會給你 他100間房子收租 我當他是十億身家 幾億身家都好 他有是他的事 他給多少錢 還是用錢 我是我的事 那我收了他錢 那個是不是愛情 那個未必是愛情 那個可能變成上班 多少錢 你100間房子收租 是不是全部給我 十分一 你要計算 有沒有人說 埋他身的時候 已經開訂單給你 那我100間房子收租 每個月 那20間房子收租的錢歸你 不會的 那你一開始也要騙騙騙的 簡單來說就是 捨得落和不捨得落 我沒有說他捨不捨得落 就是你自己想的 好了 我當你真的捨得落 他真的被20間房子收租 那人的慾望是什麼 食玩小睡 小 小啊 門字入面那個小啊 你覺得小睡 睡得小嗎 不是 那天天就是睡 食 玩有什麼玩 玩都要看隔壁的人 跟誰玩 我跟希希玩 當然好玩 跟他玩 就是跟蕭輝勇玩 就看看怎樣玩 對吧 那如果你又想玩 你的人生 你的時間要付出 你當然想跟美女玩 那你會不會 拿這位蕭輝勇的錢 去包別的女兒 跟你一起玩 顯然 你要閉上去玩 這些女兒 人的慾望 男人是要什麼 有錢是要女人的 這個很簡單 好 那你要閉上去做 你有錢也沒用 因為大部分時間 你的錢是要陪老闆娘的 那就慘了 晚上又是趁他睡了的時候 偷偷地走去廁所 又是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拿了錢 只能夠偷偷地閉上去看AV 那不如你過你自己現在的生活 對吧 就可以了 如果是這樣 我說某些人 當然可以有真愛 這個世界 正所謂的冤諸頭也有蒙秘菩薩 講緣分的 花姐也有老公 你又不要這樣看人 這個世界真的可以 人家上一代 都是這樣吃了 才能生下一代拱養 對吧 這些很難說 但有錢也沒得響 你不要經常 阿博這些說法又不對 拿錢來帶人 他有一百間房子收租 富錢 富錢 女人是說這些話嗎 你說這些話 要找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也不會是有本事的男人 有兩個抽錢 大家都會否追你一百間房子收租 還要買房子 我買基金 不會 要找一些會追他 這些資產的人 那就教壞人 愛你什麼 愛你不愛你的錢 分分鐘變成什麼來的 情殺案來的 結婚和他 拿了那些東西 萬聖毒死他 寶寶我又煮東西給你吃 然後放成袋鹽 我煮得很辛苦 你要吃光 吃一口 下次放辣椒 醒到他 萬聖毒死他 你也可以 很多招數 害死人 我們這些人 怎樣 出來追求女人 有錢也扮窮 不是怎樣找到真心相愛 還要告訴別人 那些人有錢的 你弄機嗎 好 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聊 拜拜